好 哎呀 好可愛的佳兒 那麼好 接下來你看 還是啊 這個驚喜不斷 粉絲不斷 然後我們的鮮肉 俊男美女也是不斷的 接下來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歡 那麼一位全民偶像徐維洲 歡迎 你好 先給正在收看我們直播的粉絲們 大家招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徐維洲 好 徐維洲這次來到我們這個 MTV 金曲大賞有什麼 什麼感覺 什麼心情 對 分享給我們一下 其實我剛才在門口很緊張 我剛才在那裡 哎呀 到我上場了 到我上場了 特別緊張 怎麼會緊張 其實好久沒有 也不是好久了 有差不多一個月 然後沒有看到過這麼多的我的粉絲們 然後在等我 覺得看到他們我快緊張了 很開心是不是 對對對 之前廣州來得多嗎 這是我第一次來廣州 第一次來廣州 廣州給你什麼印象 嗯 好吃 好吃 對 因為好多好吃的東西 昨天也偷偷地去那個一個餐廳 然後去吃了一下月菜 我覺得特別好吃 對 沒錯 實在廣州嘛 而且有沒有被雨淋到 沒有沒有 那還好 不過我們這邊有句話 就是剛剛之前跟粉絲們也說過 叫貴人出門雨水多 就你們都是貴人來到我們廣州 我是雨水是吧 雨水多 那麼接下來我們有沒有什麼新動向 跟我們的粉絲來分享一下 對 接下來呢 會就是在這個月月底 然後會在八月初 正式發行我的第二張專輯 然後呢 也會有我自己創作的歌曲 然後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還是搖滾風嗎 第一 這次專輯呢 會分成幾趴 然後來 然後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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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發行 然後呢 能不能透露一下 大概會有什麼樣類型的歌曲風格 都會有 然後搖滾的風格呢 也是因為我自己堅守的一個 Rocket的精神 所以也希望把這個精神傳遞給大家 一定會有這樣的歌曲 然後大家聽了就知道了 好 之前好像聽說去英國參加了一個音樂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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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怎麼樣 我覺得那邊的 是一個什麼主題的派對 跟大家來分享 電子 電音風的 然後一個派對 然後音樂的氛圍啊 都比較輕鬆 其實我覺得音樂嘛 就是開心 然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把自己喜歡做的音樂 傳遞給大家 那麼這兩年那個綜藝節目很火 有沒有考慮過參加一下 綜藝節目 或者聖日聖 有時間的話吧 有時間的話 目前還是音樂佔了很大的部分 目前因為一直在做這個第二張專輯嘛 希望把這個專輯做到最好 敬意求盡 所以呢大部分的工作都在專輯這方面 然後之後呢會 進一組會拍戲 然後會去那個匈牙利 然後和演技領導演合作 拍一個關於就是特工的電影 非常期待啊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那最後能不能透露一下 今天晚上大概會給我們帶來幾首歌 今天會帶來幾首歌 今天會帶來一首歌 一首歌 希望大家就是 怎麼說呢 希望大家能喜歡 然後也希望就是我的新的專輯吧 新的專輯呢我喜歡 因為我好久沒有新的作品出來了 我也很著急 我也想把新的歌曲帶給大家 好 大家一定要好好關注我們 史維州的第二張專輯 也預祝你今天晚上收穫滿滿 謝謝 也祝成功